最近全网疯传的南福电池电压过高 会损坏玩具 智能门锁的消息到底是真是假 今天直接用核实测 用数据撕开谣言的伪装 最近车钥匙电池没电了 去四挨店换了一个新的电池 花了我50多 结果可以花几块钱买电池回来自己换 花了一笔冤枉钱 还有网购充电器和原装充电器的正面白头 全是榨类干货 错过真的会拍断大腿 速来围观 南福电池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几乎每个家庭都或多或少的用过 聚能环一节更比六节强 早已深入人心 最近却有还言说南福电池电压太高 不能用在玩具和智能门锁等电器上 这个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呢 今天咱们就来实测一下 一探究竟 我现在手里拿的就是最新的聚能环四代 我们用外表测一下它怎样 现在显示电压是1.648伏 而国家标准是不高于1.68伏 很显然南福电池的1.648并不高 聊到这儿有朋友就说了 虽然不高于国家标准1.68 会不会是其他品牌电压都低 只有南福的高呢 接着咱们就把市面上几个常见的品牌都测一下 这是我从超市买了的几个品牌 它们分别是金霸王 华泰蓝 华泰红 双路碳性电池 双路碱性电池 现在咱们就分别测测它们的电压 金霸王的电压是1.626伏 环色华泰的电压是1.609伏 红色华泰的电压是1.666伏 双路碳性电池的电压是1.665伏 双路碱性电池的电压是1.619伏 从实际的测量以我来看 这些电池的开路电压并没有显著的区别 我列了一个表 朋友们看一下 这上边南福电池并不是最高的 最高的是双路碳性电池 如果说南福电压高不能用 那双路这些电压更高的 是不是更不能用了呢 那么会不会因为电池的个体差异 出现了某个电池电压偏高的情况呢 也不会 因为每一种电池的电压 主要是由它的正负极材料决定的 就拿这种碱 其实这两种材料就决定了 此类电池的电压都在1.6伏左右 如果说正极材料2.6伏不变 把负极材料换成更活跃的金属锂 那电压就会升到3伏左右 也就是说这种碱性电池的电压 是受自身材料限制的 即便个体存在差异 差异值也非常小 基本上可以忽略 而且电池都是有国标的 碱性电池的国标是小1.68伏 要是上市销售 肯定都是要符合国家标准 更别说南福电池这种 卖了几十年的国民大品牌 由此不论从实测 还是从电池的原理 以及国家标准来看 我们都可以非常明确地得出结论 南福电池电压和其他品牌 无明显差别 且都符合国家标准 不会出现电压过高 而损坏用电器的情况 您放心用就完了 至于那些不严谨不科学的谣言 还是赶紧退散吧 最近车钥匙电池没电了 去四哀店换了一个新的电池 花了我50多 结果可以花几块钱 买电池回来自己换 花了一笔冤枉钱 而且到四哀店更换的 普遍是通用型电池 也会用在遥控器 电子表等 耗电量小的用电器上 加上车钥匙的功能多 功率大 耗电量大 所以通用型电池的电量 不够耐用 用不了太久 厂家为了赚钱 是不会给车主更换 这种专用电池的 所以不如自己换 大家都知道 遥控距离非常重要 野铺介绍更强 有助于我们快速在地库 复杂的停车场 找到车的位置 传映电池 是不是真的这么好用 买回来给大家实测一波 电池的换拆也非常简单 新手不用担心不会换 根据教程 抠下旧电池 把新电池原路装回去 盖子一盖 一分钟不到就换好了 现在咱们来实测一下 看看远距离遥控的效果如何 一 二 三 四 百步之外 看一下 哇 没问题 可以看出使用传映电池的车钥匙 灵敏度是很不错的 一会儿咱们就给它拆开看看 看看它凭什么 可以做到三年不坏 遥控距离那么远 而且还那么灵敏 咱们尖看看它的背面标了什么 这上边有个石墨烯的图案和文字 表示这个电池使用了石墨烯的材料 翻过来 咱们看看它正面 最上面是一个加号 表示这一面是电池的正级 下边传映两个字 是电池的品牌 这个牌子其实是南福集团旗下的产品 再往下看 CR2032 是这个电池的型号 2032的20 指的是它的直径是20毫米 2032的32 指的是电池的厚度是3.2毫米 所以不同型号的电池 一般都不能混用 那么2032前边的CR 什么意思呢 CR当中的R R表示的是这个电池 圆柱形的电池 虽然这个很薄 但它同样是圆柱形电池 CR当中的C呢 C表示的是 这个电池是锂二氧化猛电池 这里边的锂 说的并不是咱们常说的锂电池 咱们常说的锂电池 应该叫锂离子电池 这里比如说锂二氧化猛电池 锂指的是电池的负极材料 用的是锂金属 也就是说正极材料用的二氧化猛 负极材料用的是锂金属 就决定了这个电池的电压在三幅 一颗2032规格的电池 即便是最普通的一次性扭扣电池 容量也会在50安时以上 而纯硬这种扭扣电池的容量 到底多少呢 咱们把它和我从市场上买来的 压扭扣电池对比测试一下 过程过于漫长 我直接贴出结果 而且纯硬扭扣电池 可以在钥匙提示煤电的情况下 继续使用100次以上 给您充足的换电池的时间 然后我们再测量一下两款电池的内阻 压的是21.35欧 传硬的是9.674欧 混硬的数据结果表现真的很出色 之前也测过很多其他的品牌 基本都在10以上 还有部分在20以上 给大家科普一下 为什么电池的内阻越低 电池的待机时间就会越长 内阻从本质上来说 它就相当于串联在电路当中的电阻 内部的消耗少了 释放出来的电能自然就多 使用的时间也就会越长 那为什么传硬扭电池 能做到这么高的容量 这么低的内阻呢 拆开它 看看它的内部结构 电池我已经完全拆开了 这个是外壳 这个是正极材料 中间的隔膜 负极材料 还有负极材料 外边的外壳 为什么说纯硬电池的容量大呢 其实它的电极材料 比一般的钮扣电池要多一些 同样的体积 它多在哪呢 主要在于它的密度大 所以一颗可以用上两三年 那么这个正极材料上面 这个金属网是干什么的呢 它就是金属导流网 它存带的意义 就是为了让那些 从负极来的电子 更顺利地进入正极材料当中的 二氧化蒙当中的内部 当然了 咱们看到的这一坨 黑色的柄状物 成分并不仅仅是二氧化蒙 还有石墨能材料 为什么要添加石墨呢 目的也是为了提高它的导电性 而传用使用的石墨锡材料 也是添加在这里边的 石墨锡相对于普通的石墨 导电性能更好 当然了 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石墨锡的 得 这个电池算毁了 没事 几块钱而已 现在咱们在开盖的情况下 咱们测一下它的电压 把它放回去 3.107V 哇 电压这么高 真想不到 整体测评下来 国内电池能做成这样 是值得骄傲的 网购的充电器 在哪儿呢 今儿咱们就用这个照妖性 来给它照一下 这小东西的全称叫USB测试仪 它的型号是FNB58 现在咱们先测着原装的 现在在快充测试的 自动检测项按一下 现在进入自动检测程序 PD不支持 苹果不支持 BC1.2支持 5V1.5A的 三星快充不支持 华为的支持 高通的2.0支持 3.0 4.0 4.0 加5.0 都不支持 也就是说它支持的有 1 2 3 4 4项 现在咱们再测量 这个待用的 进入自动检测程序 PD不支持 苹果的支持 5V2.4A BC1.2也支持 三星的支持 华为的支持 高通的2.0支持 高通3.0支持 也就是说 它支持的快充协议 有7项 而原装的充电器 支持的快充协议 只有4个 从这一项数据来看 它比原装的还好 真的是这样吗 哎 您别着急 咱们再测一下 它的纹波 咱们先测 这个原装充电器 哎 从左上角 我们可以看到 峰峰值是 37 40多毫浮 现在我们再测一下 这个待用的 哎 这波形直接就出来了 它的峰峰值 显示的是 130多 140多 而且这个波形 也非常的难看 看到这儿有朋友说了 什么叫峰峰值呢 峰峰值 简单的说 也就是输出 电压的波动程度 峰峰值越大 波动值也就越大 也就是说 它输出的越不稳定 也就是说 如果您有原装充电器 还是尽量用原装的吧 哈哈哈哈哈哈